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E Channel 我是NCE小夜的丟丟丟 今天這部影片是要來跟各位講講 如何在我們的全新殭屍地圖火力基地Z中完成主彩蛋 也就是劇情部分的彩蛋解鎖 這部影片就最主要focus在解鎖的步驟上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跟發生什麼事情 就留著給各位自己去遊戲中看看吧 那麼首先電源開啟會是我們的第一步 但是我想電源部分 各位應該也都可以跟著地圖提示完成 所以這裡就不再多講 有疑問的話 只要稍微看一下我之前解鎖奇蹟武器的影片就可以唷 那在開完電源之後 除了可以開始在起始村落使用改槍機之外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先去找我們的佩克博士 就是那個叛國的小垃圾 他的位置位於任務控制室的一個角落房間裡 跟他對話完後 你就會發現他叫你打開電源只是在騙你 那這個時候雷文諾夫則表示 可以提供我們逼供佩克的方法 所以我們必須再傳送回村莊找到雷文諾夫對話 對話完之後 雷文諾夫就會給你他的身份證明文件 透過這張卡片 你就可以獲取所在三個不同櫃子裡的土真藥劑原料 然後再混合這三個原料以獲得土真藥 藏有土真藥原料的三個櫃子 分別位於 1.村落一樓的裝備儲藏室 2.火力基地工程區一樓通道 3.火力基地的上校辦公室 那各位要試看這些圖片不知道是哪裡的話 只要跟著等一下的背景影片跑就知道囉 3.火力基地的上校辦公室 一定會手劍不小心打翻合成物 打翻之後就會突然生產出很多的火焰地獄拳 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燒死 全部處理完之後 就把化合物移到氣體散播裝置中 之後再拿著這個氣體散播裝置 來到任務控制室外面的室外機 把它放上去之後 就可以給我們心愛的佩克博士開心吸一口 吸完之後他就會開始胡言亂語跳舞 之後等到對話選項出來之後再跟他對話一次 他就會告訴我們需要找到 紮兵索科洛夫布蘭斯這三個人 但由於他們都已經變成了殭屍 所以我們必須利用位於資料中心的記憶讀取機 來讀取已經變成殭屍的三個人的記憶 在解鎖記憶讀取機之後 我們可以獲得精華陷阱 只要將殭屍的生命值打殘 再利用這個精華陷阱 將其捕捉 最後插回到記憶讀取機裡 就可以讀取這隻殭屍生前的記憶 簡單來說就是神奇寶貝球的使用方式 只是不用砸到殭屍身上 只要在殭屍附近就可以 那這個精華陷阱的東西 使用方式跟C4是一樣的 丟出去之後快速連按兩次使用鍵 就可以啟動精華陷阱 而我們要捕捉的三個人 根據對話的提示 不知道變成什麼模樣 可以推斷出三人應該是施化成了擬太者 並且變換成了不同的物件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在地圖上面逛 並找到變成道具的擬太者 要是你在地圖上看到一些撿不起來的道具 就表示附近有擬太者偽裝成的道具 基本上其中兩個會再生在火力基地 剩下一個則會在村落的二樓 那據我所知 這個是要每回合只能抓一隻 所以要是你找不到或是抓完了 就可以直接推下一回合囉 那在分別讀取三個人不同的記憶之後 你可以得到兩個主機啟動碼 以及一個黑暗以太的追蹤坐標 那這些都不用記 全部完成之後 基於讀取機就會吐出一張磁片 那這就會是我們需要重啟主機 開啟黑暗以太通道 並找到馬西斯的東西了 之後呢 我們拿著這個磁片 來到奧米加傳送室旁邊的企劃室裡 放到這個主機裡面 重啟程序就會自動開始 那奧米加傳送室的門也會打開 你可以看到黑暗以太的入口 漸漸的在傳送室中成形 但是等著等著就會發現 系統跳了一段錯誤的時候 沒有辦法開啟喔 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再回去找佩克博士 跟他對話完之後 他會告訴你需要以太水晶來穩定通道 這個時候雷文諾夫也會跟你講旁邊儲藏櫃的密碼 讓你拿到以太偵測器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回頭 走到外面烈火房間的碉堡裡 可以在這裡拿到一個超大的鏟子 之後就準備開始當礦工挖水晶囉 那首先第一顆水晶會是工程區域外面的這個角落裡 把他挖出來之後 他會很迅速地消耗 消失並複製出很多假的水晶 而我們則必須從眾多的假水晶中找出真的水晶喔 那判別方法則是水晶周圍有沒有黑色的霧 你需要找到像畫面中這樣完全潔白的水晶才是真的 要是選到錯的話 據說是會一瞬間勝出很多隻李太哲喔 那我個人的話是還沒有選錯過啦 所以相信各位一定也不會選錯的對吧 所以要是你不小心選錯了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這樣我跟蘭蒂就會笑你喔 好 那第二顆則是在戰地醫院外的門旁邊 挖出來之後這個水晶會馬上遠離你 並在均勻附近到處亂竄 只要你一靠近它 它就會立刻再傳到下一個地方去 所以這邊會需要用到我們奇蹟武器的第二個發射模式 就是能量彈的那個發射模式 並對著第二顆水晶先射一發 利用能量彈將其限制住之後才可以順利的拿到 那要是你不知道這張地圖的奇蹟武器要怎麼製作出來的話 可以參考之前我發的教學影片 只要點擊影片右上角的資訊卡就可以找到囉 而最後一顆水晶則位於叢林防線的下方 走到這裡之後就可以把水晶挖出 然後會在水晶的周圍形成一個決賽圈 你跟你的隊友必須在這個圈內撐個兩三分鐘 圈還會慢慢縮小 然後前面會一直有狗跟洛克人在生喔 那應該也不算太難就想辦法撐過去 等到決賽圈消失之後就可以拿取水晶囉 那這邊要提醒各位一下最好是 全員到齊再挖出來喔 因為在這個圈外面是會受傷的 想必你也不想因為害死你的隊友 跟你的隊友大吵一架啦 好 那之後呢 我們就只需要再把這三個水晶分別放到 三個以太反應爐 也就是電源的地方 就可以讓突破程序繼續進行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奧米加傳送室 等著等著系統就斷電了喔 沒錯 這問題真的非常多 那這個時候呢 佩克會直接開嗆喔 你就會發現你被他陰了 沒辦法再開啟黑暗以太的通道救回馬西斯 主機已經斷電磁片也被清除 就這樣輸了這場戰役 那這張火力GDZ的主彩蛋就在這邊結束囉 好啦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喔 那帶有主角光環的我們只要稍微等一下 微佛和活在對講機裡面的那些嘴砲膜 就會自動開始幫我們想辦法喔 簡單來說他們想出了一個利用安魂曲的衛星雷射 來幫主機充電的方法 那具體原理各位還是不要過問喔 反正主角說可以就是可以 我們一般人就不要想這麼多 那在嘴砲膜們討論完解決方案後 我們必須再次回到企劃室 並操控裡面的電腦來重新校正衛星喔 只要把指標移到其中一個發亮的點上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衛星是哪一個國家的 而我們要找到的則是顯示問號的那一個衛星喔 找到之後直接按下確認 就可以重新校正衛星並為主機充電 那這邊呢 似乎會有一些BUG 有一部分的觀眾跟我講說 使用電腦時畫面下方顯示的移動按鍵是亂碼 那我個人是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喔 不過為了怕各位會卡在這種官方的失誤上面 這邊就先跟各位講一下對應的按鍵是哪些按鍵 要幹的話就比較簡單直接是十字鍵 鍵盤的話則是換彈、近戰、致命投擲物 以及戰術投擲物的四個按鍵喔 所以要是各位顯示的是亂碼的話 各位就照著自己設定的快捷鍵 按這四個動作就可以移動指標了 主機充完電之後我們再回到奧米加傳送室與操控台互動 就會開始播放最後的過場動畫 播完之後就會直接打王囉 那最後這個叫奧達的王其實也不算太難 要注意的點就是不要靠他太近 因為被他大手的時候敲到就會一擊必殺喔 之後就是小心還會生出很多的觸手怪跟洛克人 所以火圈跟猴子炸彈不會在乎是你的好朋友喔 但是火圈對奧達不會增傷喔 只是不用補彈而已 所以主要還是用來打觸手怪跟洛克人的喔 好啦那打完之後呢 這張圖的主彩蛋就正式結束了 所以今天我們這部教學影片也差不多就先到這裡喔 那如果你還想看到更多更多的新資訊的話呢 別忘了留下你的喜歡 並按下訂閱、點想、鈴鐺、乒乓小鈺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的玩家知道這些新資喔 那麼我是小鈺 我是Veis On the other side 掰掰